六毛小孩还能够听童馆交响乐 这是在花莲文创园区日前所举办的毛孩童乐会 交响乐毛孩市集 特别邀请了国立台湾交响乐童馆五重奏演出 结合了宠物友善市集、草地野餐 还有宠物保姆照顾经验、分享座谈会的等等 期盼能够为花莲文创园区注入更多的活力 位在花莲市中心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是许多毛孩家长最爱的散步路线 花莲文创园区日前举办毛孩童乐会 结合宠物友善意题加入市集 还有宠物保姆照顾经验、分享讲座 以及小孩最爱的欢乐泡泡秀 更邀请国立台湾青年交响乐团通关舞重奏带来演出 花莲文创园区一直以来都是宠物的儿童乐园 很多市民都会带宠物来我们的园区走逛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 其实是非常适合宠物来做一些休憩 然后散步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那所以我们的胃 既然有这样的发想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通版的考量 所以有胃教 然后也结合一些相关的健康的一个食品 跟一些用品来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花莲在地的首座职人 特别为这些毛小孩们做的一些设计 他利用这样子一些有生活美学的一个概念 融入我们的这个毛小孩的一个生活 让他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伙伴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最重要的 还有我们跟这个国台交的那个童馆五重奏 今天也特别来我们的宠物市集 为我们增添光产 那我们希望这个 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活动 像泡泡秀 还有一个宠物保姆的一个讲座 那都希望这个能够跟市民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 毛小孩的一个那个滋养的沟通 花莲文创园区 今年游文化部委托财团法人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 在去年7月进驻接受营运 全区26栋建物预计陆续重启 包含园区东北位置 封闭长达五年的六栋小木屋 今年9月起其中三栋 也以花创一村为名 迎接民众来访 期盼多个活动为花莲民众 带来惬意的午后音乐饗宴 也为园区注入更多生机 记得长方夜华女士报导